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脑袋里和我的眼睛里 就会看到奇怪的东西 奇怪的东西 你放心 今天你肯定看不到奇怪的东西 赶紧睡觉 哦 很好 明天要上学呢 哦 好 慢慢关灯哦 妈妈 我要开灯 怎么了 桃桃 怎么了呀 妈妈 我要开灯睡觉 哎 真是拿你没办法 今天妈妈陪你睡好不好 嗯嗯嗯嗯 哎呀 桃桃可怎么办呢 也不能总这样开着灯睡觉啊 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她不害怕呢 哎 有了 要不要我利用发光的东西 金箔纸来给她制作 可以给她勇气的食物呢 首先呢 我给她做一个带金箔纸的饭团 紫菜包饭 完成啦 接下来我要给她做一个 广洁的香肠 最后呢 我再给桃桃做一个 她最喜欢的黄金巧克力 现在能给她增加勇气的食物 我的勇气 接下来我要去找桃桃 让她吃下去 桃桃 吃饭啦 桃桃 吃饭啦 桃桃 吃饭啦 吃饭啦 嗯 妈妈 这是什么饭呀 怎么是这样的 这个呢 是我专门给你做的 黄金的食物 你吃完这个呢 身体就可以发光 然后你晚上再绷 害怕那些奇奇怪怪的动作 真的吗 妈妈 对呀 吃完我就能发光 对呀 快尝尝 哇 黄金色的 妈妈你看 我会发光 我会发光 当然啦 我还能骗你吗 我要多吃一点 嗯 你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睡觉了 嗯 会好烫 现在要睡觉咯 妈妈可是要关灯咯 我关灯我关灯 我会发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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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见没 过来啊 过来啊 看见没 鬼发光 开发光 呀 yes 妈妈 好了 你起来了 妈妈我跟你说 昨天我吃了你那个发光的食物以后 我昨天晚上打败了那个 一直看见的怪物呢 真的呀 嗯 你真棒 不过妈妈要告诉你 其实妈妈给你做的那个就是很普通的食物 上面加了一个静波纸而已 它并不会使你身体发光 真正打败了那个东西的 是你自己强大的内心哦 哇 我这么厉害 我用勇气打败了怪物 对呀 哎 我真是太厉害了妈妈 我要去订阅西魔力玩具学校了 拜拜 拜拜 小朋友们 你们也要记得订阅西魔力玩具学校哦 明天见啦 拜拜